現在進入這一段的重點 變化提形變化可以很多的重點 叫做月球與月向盈虧 重點在月向盈虧 我們先講一點不太會考的話 有月球概述 月球就是地球的衛星繞著地球轉 同時也繞著太陽轉 我們那個可愛的月球從哪後來的 大家一個都不知道 有很多的說法 有人認為他跟地球同個時間形成 有人認為是有人一跑過去被地球抓到 那有人是有人炸了地球之後 噴出來一塊變成月球 現在大部分的人是比較偏向是撞擊說 撞擊說 但是每個學說都有它的可解釋 也有一些它有一點問題的地方 但是目前比較偏向是撞擊說 以前有人打到地球噴出一塊它變成月球 然後呢 剛剛前面講過了 美國人跑到月球採集月顏標本帶回地球之後 月球岩石也列入我們岩石圈的研究範圍之內 然後呢 月球呢 年齡大概45億 差不多差不多 它受大量的隕石撞擊 所以上面很多坑洞 所以我們喜歡取笑人的臉上 如果有很多坑 幹嘛就叫它月球表面 那這就是以前考試會考現在不太會考的就是 看到月球有白白亮亮的部分 那個白白亮亮的部分叫做高地 它是由白色的長石所構成 它的年齡比較老 所以坑洞比較多 另外一個是平坦的部分 它的形成是 隕石紮下來打一個洞 岩漿噴出來鋪平 所以它比較怎樣 平坦也比較年輕 因為平坦所以叫它海 叫它海 它其實是沒有水的海 雪舞岩漿 所以看起來顏色比較暗沉 顏色比較深 比較黑 就看起來有陰影的部分 有陰影的部分 就是雪舞岩 所以有一個亮亮的白色高地 長石構成 有個暗暗的海 雪舞岩構成 它雪舞岩海呢比較平坦 年輕呢比較輕 所以坑洞也比較少 然後呢就是因為暗暗的紋 所以就有一些圖案 所以就有一些神話故事啊 玉兔倒藥啊 無鋼罰跪啊什麼之類的 這個有亮亮的部分跟暗暗的部分 亮亮的部分叫做高地 暗暗的部分叫做海 OK 好 月球呢是一個史極的星球 月球叫史極 不同的科學家的原因不一樣 生物學家說月球史極 因為它沒有生物 物理學家說它史極 它沒有空氣 沒辦法傳聲音 聽不到聲音 蒂科說它史極是 它幾乎沒有地質活動 它沒有板塊運動 外營力呢只有物理風化 沒有化學風化 所以它沒有什麼地質活動 所以我蒂科說它是一個史極的星球 史極的星球 好 這個有一個圖維森老師的動畫 就看一看 那裡面的東西呢就欣賞就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要記得 有一個耶 那裡面的巨星 德銘的巨星 練球 第二棒的嗎 練球 來的 不知道 目前邊下撞擊說 好 是這裡所有的數字都不用管它 謝謝謝謝 謝謝 但是接下来要记得 越上海的地球叫白带 地球的太阳叫做黄带 黄带有一个5度的茶匠 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加强用 大背 可是最后再次大背 你们念过《死掉歌头》对不对? 对啊 我第一次念这首诗的时候 《死的时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圈》 我本来以为他是要写给你朋友的 所以我发现他写给他老弟的 但是这是误会大的 这是误会大的 OK 好 反正就是 然后我们待会就要加的重点叫做 月有殷勤圆缺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加的重点 这是所谓的月球盖柱的部分 OK